灯光,玛雅的灯光 无非就是室外和室内,还有进入 进入和室外就一样了,咱们先准备一个简单的东西,行不行 你像这个东西,我一般都是 归零,这些都是石,你按照单位走是最好的 实际那个东西的尺寸来做是最好的 玛雅默认的单位是厘米,咱们讲过 余设置,设置 这不是厘米吗 然后你按shift键,按右键创键也行 这个可以按F键找到,按4 按鼠标中键 移动,插进去少许就行 或者是正好也可以 稍微有一点点距离也可以 因为食物也是那样的 这个怎么弹出些不健康的东西 这是一个东西,但是表现材质的话,咱们再复制 这个实际上你要是室外的话,就是一个大东西 怎么照明呢 咱们再做个室内的一起弄吧 行不行 放盒 这把大一些 最好按尺寸做,比如说我是弄个3米乘4米的 这个我就先弄个小点的吧 2米高 没有 3米宽 4米长 这个面 选这个面 挤出 缩小 就是天天这么玩 用 LiteScape Vray 都是这么玩 然后再挤出一次 强厚度 然后再挤出一次 应该 最后尾再调好了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面就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背面去除 在这个Lite里面 这个是试图彩蛋 这里面有没有 好像叫我给关了 好像叫我上次不小心给关了 试图彩蛋没有了 就是单面双面照明的那个 在UI里面 收所有的UI里面有没有 不知道按什么按错了 没有了 那么这个 显示里面有没有 多变形 背面去除 背对的面就被切掉了 你这个得反向 Reverse反向 背对的摄影机 它有个发现 就面 咱们真实世界中那个东西 是 一个面写字 另一个面写不了字 就这意思 看不见的话 对对的摄影机 说是看不见 摄影机就是你眼睛看这个物体的这条线 和这个条面上这个面上的发现 如果大于90度就看不见了 就这意思 啊 那么这个也是 给它放到地面上 啊 然后这个两个可以大一些 啊 把这个东西调了我调了一下大小然后放到这个窗户边啊 啊 孩子有点有点太大了 是为了这个controllh隐藏 咱们做一个地面 啊 啊 然后一般来讲 这个地方 是否的间 他们就挤出一个新的面吗 然后这个边啊 你用bible 然后间距小一点 多来几屯 让它圆起来 它就像一个进入台了 能不能明白 啊 如果你 弄那个环境的话 一般来讲都是照一个球贴个环境图 或者弄个片也行 你就是一个楼房要照 照把它想象成一个楼房 想照亮他 或者说 就是室外的景物 和这个 进入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 用 玛雅本身的这个光 咱们看一下 就那么几种类型来模拟 这个 就是咱们实际的这个 光的效果 首先就是 咱们现在能看到它是因为有个默认光 首先就是这么 六种啊 这个 方向光模拟 direction directional 是方向的意思 平行的意思 模拟阳光 因为阳光和地球都比较 也太阳和地球都比较大 又距离又比较远 所以说 它这个光照过来是无数条平行线 除非你是 别的光 它的位置不影响 主要是角度 那么 假设 这个是早上 那么这个就是上午 这个就是中午 这个就是下午 这个就是晚上 反过来也行 那么 你换一个试图 这个就是 南半球 这个就是北半球 能不能明白 就是说 你从顶尸图看 就是这样 是 按下T 假设这个点是在这个物体这 这么样就是南半球 这么样就北半球 能明白吧 我们以前 这个是NT 是出来一个轴 目标点 Target 放到物体 Target 放到物体这 然后这个就放到 就是调这个 调角度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然后这个就调这个 早上中午 上午中午下午 晚上 以前是这么调 就是方向光 现在就是你放到哪都行 这个方向光 你怎么调都行 主要就是这个角度 能不能明白 一般你中午的话就立着一些 早上 晚上的话 就是偏一些 阴影就拉长一些 能不能明白 那么这个灯 Ctrl A 它就是模拟阳光 或者是 那个大自然的那个云彩的反光 这种的 天光 那么这个阴影 它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 Depth Mapshadow 就是光照贴图 不是光照贴图 就是深度贴图 一个是retrace 它默认是retrace retrace的那个边 就是 就是湿边一些 它当然 它也可以虚一些 现在的技术 是可以虚一些的 那么这个 咱们 设置渲染的时候 你看一下 用这个默认的Maya 这个software 软件渲染 它就出来了 但是它没有阴影 你得勾开这个高质量吧 Product Production 高质量渲染 还是没有阴影 那它就是得勾开retrace才行 retrace 勾开 然后渲染 它就有阴影了 能不能看到 然后或者是你用这个 深度贴图 把retrace去掉 点这个 能不能看到 它比较虚 但是你这个图可以提高这个质量 这个512你可以提高2048 但是 一般很少提 是不是好很多 resource 就是全都是直线的 这个就是可以虚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直接光照 咱们现实生活中这个光是照到这个物体 它根据自己的属性和颜色 它会反弹一部分 对不对 它没有这个 就是 indirect illumination 就是间接照明 那么 咱们为了模拟这个 所以有一些 就是 模拟全直光的渲染器 就是主要的算法是retrace 你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用的是那个 叫做 那个litescape 那个软件 它是reduce的热辐射技术 德国人的那个mentary 是retrace 那个美国人的那个 redman也是retrace 然后这个 像那个vray 它也是retrace 它的性价比比较好 你可以设置 你可以在时间和质量之间 求一个平衡点 那么这个间接光照 咱们怎么模拟呢 咱们先讲完模拟再讲 这个就是ambient 环境光 这个 是一个点光源 它就是 模拟一个点 就相当于是太阳光 灯泡那种点光源 跟这个是一样 point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更适合做 环境光 它没有阴影 应该是 也有阴影 我的天的 那么这个就来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来个蓝色 来个蓝色 不要偏红 那么咱们在这个技术上 再宣言别 你看 这个东西 它就不死黑了 我把这个镜头离近点 大家看一下 咱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能不能看到 让它不是死黑的 有点蓝光 就表明这个物体反光到这 它互相反弹 直到这个能量衰减为零 能明白吧 这个就叫做间接光照 这个黑的就是摄影机了 现在咱们用的是透视图 N-Ctrl-A N-Ctrl-A 它这里面有个Environment的环境 把它调成蓝色 这个其实后期可以弄 PS也可以弄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Alpha通道 能不能看到 有物体的都是白的 没有物体都是黑的 这个地方有补光 那么这边没有补光 所以黑 那么点光源就是模拟灯泡 跟这个是一样的 你就记着补光 你就用它 一般来讲 主光源是1 这个亮度 就是这个 Inn-C的强度 是1 那么这个 暗面的这个光 就点2.3.4 你自己定义就行了 就是有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桶灯怎么用呢 桶灯 专业点的用法是 选中它以后 这里面 哎呀 菜单没有了 这菜单这我给弄了 然后 中间拽过来 它就从这个桶灯看这个物体 按下F键 罩住它 按Ctrl A 它这里面应该有一个这个 衰减 这个衰减就是从中心 就边缘上有点衰减 这个就是从这个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透视图 从这个 抖 这个 摔剑 是从这个尖到远处的摔剑 这个是从中心往四周的摔剑 能不能明白 罩住它以后 转角度 转角度 比如说我喜欢从右上方照 你这个天光 Ctrl H 隐藏 不要 从这照 那么那么远 这个是远一些 这个是近一些 然后 回到透视图 那么那么远 然后这个灯咱们也是 有衰减不是什么 这个是追角大小 能不能看到 就像舞台的那个射灯 或者是家里的桶灯 像你的手电 或者是车灯 那么阴影也是勾开 他默认是retrace 那么咱们把这个 retrace勾开 这是个桶灯 能不能看出来 比较戏剧性比较强的 然后暗的地方都被那个环境光照亮了 能不能看到 然后retrace的阴影是实的 这个是那个光 它有个衰竭 能不能看到 边缘有衰竭语化 比较真实一些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两个就是 都是点光源 平行光和桶灯的应用 那么片儿灯怎么用呢 比如说你要炫一个漂亮的瓶子 化妆品那种东西 那你可以用个片儿灯 模拟那个补光 这个体积光 Wolume这个用的少 咱先不管了 这个片儿灯 一般你看 我把这个环境光去掉 这个方向光也去掉 这个也去掉 片儿灯 你看怎么弄 可以这样放到这 顶时图 转一下 哎 这是主光源 然后 一般你看 你找一些那个 摄影师摄影杂志拍的那个人呢 或者是 漂亮的镜物 都是这种 从顶时图 Ctrl D复制 再来一个 这个是补光 就是没照到的地方 然后背光 是让它和背景分离开 能不能明白 但是它 主光源一般来讲 强一些 其他的弱一些 你要么给它弄远一点 要么给它们缩小一点 要么给它们缩小一点 能不能明白 这个亮度 咱们先用这个 1 这个就是 点6 这个就是 点5 点4 点6 都行 反正有分明白这个主次 能不能明白 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的 效果 没有 说明这个灯太弱了 咱们把这个灯 改成5 试一下 10 稍微有一点点效果 能不能看出来 软件选 稍微有点效果 那么这个 改成50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调个1 你看50亮 这个片灯就是这么用 不行 咱们来个500 它有没有别的参数 除了indancy 有没有别的参数 它只是针对阿诺德 可能是 这是没有衰减的意思 嗯 500试试吧 嗯 500不行 就800 知道这个灰色的东西能看得白一点 但是不能白的 嗯 这不是出来了吗 但是有点糟点 这个片灯 适合模拟那个 灯箱 或者是方的那个西顶灯 你的电视机屏幕 那种东西 能不能明白 你可以配合桶灯 或者是方向光 这个东西来个补光 或者是 拍电影的时候 在下巴壳这补一个光 能不能明白 啊 那么 这个 玛雅默认的那个软件的那个渲染的那个室外和进入都是这个套路 行不行 那么咱们看一下阿诺德的 阿诺德的效果好 因为它是全聚光的嘛 比较物理一些比较写实一些 啊 那么 这个 镜物的渲染 这个它你看 片的区域光 就刚才那个啊 这个先不着急 这个Sky Demo SkyDemo 就是半球光 和这个物理天光 还有LightPort 这三个都是半球光 能不能明白 这个可以 贴那个 一个天的图 HDI的图 啊 咱们先用一下 你看一下 然后 然后这个 只要一打 它这个光 就是一亮度 然后咱们 把这个离 摄影机离尽了以后 到这个阿诺德的这个宣传里面 能不能明白 啊 你看这个天光多漂亮 整个就是比较亮 它没有一个 主次 它就是全度亮 能不能明白 SkyDemo天光嘛 模型光就是把模型变成光 就是 那个霓虹灯 就是写一个字什么的 这个等会咱们再做 就是模型变成光 就是光比较 造型复杂一点 那个光 然后这个 是光浴瓦 就是做效果图书一般用的那个 统灯射灯 都用这个光浴瓦 它的边缘可以描述成不同的亮度 那么 这个可以 你看 N control A 咱们看一下 嗯 到时候咱们 彩样那些就不管了 到时候就可以 给它加一个图 颜色上加个图就可以 啊 就是一个背景图 这个你就记着就是天光 这个是 玛雅 圈的 这是阿诺德的 一般来讲 你用这个阿诺德的 渲染窗口 但是它是渐进式渲染 这个彩量稍微有点高 你可以把这个 Ctrl Shift点一下 加到这个工具架上 阿诺德的渲染窗口 然后你 它就只要是一改这个 亮度 什么参数 它直接就改了 所以说你也可以就是说 让它停止 轩或者是 轩一部分呢 选这个 轩一部分 这样的快 都快速测试 这些都先不说 然后 这个就是天光 那么咱们换一下 这个物理的天光的看一下效果有啥差别 物理的这个能不能看出来差别 这个应该可以留一张图吧 我们以前是点这个 可以点这个可以存一张图 然后点这个可以删 这个就多了个天 就是灰色 它是 摄影机啊 出去之后 这个画面平的地方是 灰色往下 上面都是一个蓝的渐变 表示打气混浊度 啊 是一个天 就是说 这个 物理的physical sky 比那个skydemo多一个天 这边 更有阳光的感觉 它有这个阴影 有阳光的橙色 有个阴影的投射 能不能明白 这个灯 那个就是天光 平均的投射的一个天光 那么这个的 底下可以调 能不能看到 这个 这个是大气混浊度 这个 你跳到2 用阿诺德的 它这个天是不一样的 然后 然后 Ground 就是那个地面的那个 颜色 就这个 Ground 就这个颜色 你可以 深一些 还是浅一些 都行 它会影响你那个天上的 然后这个 应该是你那个什么 方向吧 你看能不能看到 这是早上 这个 这是中午 这是晚上 咱们就偏早上一点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那个 南半球北半球的 啊 这是一个水平旋转一个上下旋转 它有两个轴来旋转 然后这个是强度 可以稍微亮一些 阳光吗 只要这个 你应该弄个白色的地面 它只要白的不曝光过度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128的灰 默认的 蓝布特1吗 它是一个128的灰 一般你要是想要光是从右手边来 哎呀卡住了 那你就调一下哎这不右手边吗 然后让它高一些的话 那你就调一下这个 更接近中午一些 它就更亮一些 这个就是质量就是我刚才用那个方向光给你调的那个 它在这个 物理的天光里面只能通过参数来调 啊 那么这个也是半球光 Light Porter Porter就是一个门 一个时光门一个 时光穿梭的那么一个门 或者一个洞口 那么这个就是更适合室内 当时咱们有室内有光照进来 咱们再模拟 再模拟一下这个 然后就是 Sky Demo半球光和这个 Physic Sky 这两个比较 咱们就知道了 Physic Sky 实际上出来 它也是一个SkyDemo 只不过多了个天光 那么室外的这个也可以用这个片灯来照 把这个先关了 这个片灯 这个片灯的话就是放大 这三个一起来个10 能不能看到 直接拽过来 照着它 这个NT不好用啊 对 那就自己旋转吧 这是主光源 Ctrl D复制一个 浮光源 那么这个咱们也用这个阿诺得了 渲染啊 没有是不是 那就是第1个这个光 左上方的 这个光 你可以调这个亮度 也可以调这个曝光 我一般来讲 喜欢调这个曝光 就是10米之后才衰减 就这意思 啊 来个12米吧 然后这个是 5米 啊 咱们宣一下看看 嗯 亮了 那这个 按Ctrl 这个12不够怎么办 来个15 亮了吧 来个20 爆了 所以说就得 19 18 哎 19比较好 因为什么 因为 还是18吧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个灰色的不是白色 你要是白色的不就爆了吗 所以这个是18了 主光源 那么你浮光源 只要不是死黑的 来个10先试试 啊 这个浮光源来个10 12 15 哎 这边又亮了 能不能看出来 但是 不能太亮 13 嗯 得 得看你的 你想要硬调还是想要对比强还是对比弱的 能不能知道 啊 这就是浮光 如果没有浮光 你把它 跳成 零 这个也跳成零 你看 这边它就比较黑 但是它是全球光的 它稍微也有点反弹 啊 这个就是一个片灯的浮光 尤其是那种有反射折射的玻璃杯的那种 弄片灯 它那个光 高光 或者反射出那个光 它就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条带的 它就好看 啊 那么这个室外的一般来讲 要不就是 一般你就用物理的天光就可以 这不是有阳光了吗 可以调角度吗 对不对 进入也 你就用这个片灯就可以 啊 那么咱们来个室内的吧 室内的怎么照明了 我把这个 显示出来 这个背景台就不要了 啊 那么这个一般怎么照明啊 你就用这个物理的天光 它就能照进来 那么咱们用这个 Light Porter 试一下 Light Porter 它得有这个 SkyDemo 然后Light Porter Light Porter 你得放大一下 转过来 这边输入一个180 然后 移过来 放到这个 窗户的位置 看不看到 稍微出来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 调一下它的大小 覆盖住它 即可 不用大太多 也不能小 啊 有了那个人的教程是把它放到里面 我个人确实应应该是放到外头 啊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内的我没怎么看 老外的教程 一般都应该官网的教程一般应该放到外头比较物理一些 这样是的话 它就从这个地方照进来啊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 Light Porter的作用 它通过这个SkyDemo 这个光来照明 啊 那么这个灯 咱们看一下 它只是说明了一个Porter 那么这个光得够强才行啊 摄影机必须得在这个里头 咱们得做一个摄影机 Camera 啊 然后中间转过来 这个中这个就是Camera的1了 能不能看到 nctrl A 把这个框显示出来 你点这个也行 能不能看出来 实际上我们 就是以前的话 工作的话显示这个 瑞泽路士 然后1.2 它那个其实 还有那个Title啊 安全框 实际上就这些东西 啊 我我们更喜欢点这个 Display Resolution 分辨率 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给这个设置称1.2 然后按下F键 然后 找到你向腰的角度 但是你要回到透视图看一下 你的这个摄影机要放大一点 是不是在这个屋子里面 如果你出去了 这是不行的 能不能明白 中间转过来 那么点这个 咱们宣一下看看 嗯 这不就照进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 葡萄的话 它就 它也能照进来 因为它毕竟是个天光嘛 有那个更准一些 啊 你要是一个教室 或者一个厂房 有好多窗户 那么就每个窗户上都得放一个这个来的葡萄 能不能明白 啊 天光就送这照进来了 如果你不用这俩 用这个物理的这个阳光 它也一样 能不能看到 只要你这个角度调对了就可以 那么你把这个角度调一下 跳成中午 对不对 那么南半球 北半球 猜一下 哎呀这个阳光不是照进来了吗 一点点就转过来了 是不是 就要这种的 然后 然后 这光这不是照进来了吗 然后这个 我一般都喜欢这么玩 嗯 那么里面按正好你就得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 片灯 咱们就用这个片灯吧 不用那个Potter 放大 往里照 180度 这个模拟的是天光 按CtrlA 这个来个5 来个15 20 20有点爆了 那么就是18 能不能明白这个 外面这个天不够来 对不对 那么就是你那个天 这个SkyDemo 把这个点停下来 要不时间太长 卡住了 这是选中它N CtrlA 就是说看一下它的Sky的这个亮度是1 那么来个2 这个大气混注6 来个2 然后你可以选一部分 检测一下 这样不快吗 哎这个天别亮了 来个3 就这个亮度来个3 看不看到 这就很亮了 然后这个Potter就是补光 补进来的光 能不能看到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串一个位置 先卷完 然后停下来 然后串个位置 好了 你把这个补光来个16 点一下 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差别 然后停止 把它移走 就说 阳光是阳光 补光是补光 补光是从这个口进来的光 就是云层反射 周围反弹进来的光 那么多没有 这样是更显示一些 然后去掉这个 这个浮光 18 整体宣 看一下 这就漂亮了 一般都这么玩 行不行 光就这么玩 刚才不知道有多少没录上 刚才露了一块 那么 阳光和天光这个有了片灯 就从这补光就行了 这个洞口的这个也是 那么模型光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创建一个字 刚才都没录上 又录一遍 就这个type 这个t 就输入字 然后 好多软件都是一样的 这个eller 咱们来个大写 关掉 然后把这个 我给你到透视图里面 咱们找到它 转一下 输入一个整数 90 然后放大 然后从顶视图 靠墙 然后向上移动 摄影机配合一下 这个摄影机 调视角 35到50是标准镜 50到75 70到220是视远镜头 就像那个拍足球的那个场外的那个大宝桶 望远镜 24这种属于广角 然后小于17还是小于7是预演镜头 拍出来就是球面的 那么 那么 这个字 咱们 Ctrl D复制一个 然后其中一个咱们 先隐藏 那么这个字 NCtrl A 我给它一个点右键在这上面 赋予一个我刚才 给了一个材质就是蓝牧特2 默认都是蓝牧特1 不要改 不要改蓝牧特1 每次新种创建物体都是蓝牧特1 找到最后这个蓝牧特2 这个是它的颜色 这个是它自发光 这个自发光只是它本身有 但是它不能当光源来用 嗯 因为阳光也没有 这个阳光这个我刚才那个值 我给找回来 就这个位置 看不出来 这个是南北半球 这不光就能找回来了 让它光照进来 对不对 转圈吧 然后这个就是早上 中 能调这个角度 能看到 卡住了 卡住了 嗯 我让它泼进来一些就行 然后这个我就让它稍微 就是往这个右边这个墙上来一点 然后你可以就是把它停止下来 选一个区域让它去更新 这都可以 然后那个片灯 这个片灯就弄补光就可以 一般 你要不用洞口的 你就用这个片灯作为补光 转个180 然后这个 这个箭头是表示这个方向的 能不能看出来 NW你被这个轴挡住了 N1旋转数就能看到 放到这个窗户外头 和这个窗户 差不多大就可以 然后 照进来 稍微有一点距离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个模型 这个自发光材质 咱们停下来 选这个部分 NCtrl A 最后一个标签是它的材质球 这是个自发光 看不看到 就是说 它只有那么一点点 然后它的量极大小在那 这个显示出来以后把它变成这个模型光 它就 变成一个模型光了 它就不是模型了 它是光了 这个光 挑一个亮度 你看 把这个挪走 能不能看到 然后把这个 调成15 这个就是 两个模型冲叠了 一个表示光 那么你这个没有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 它就看不着物体了 只有一个光 非常奇怪 所以说你得有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呢 你给它配合一下 就像你外面那个蜜蜜蜜蜜似的 就是说这个是自发光 啊 然后这个的亮度 你可以让它 visible 可见 那就不用那个模型了 你要是 这个模型的话 现在不是一个紫色吗 你可以亮一些 好像都被挡住了 你按这个往前挪一点 啊 能不能看到 啊 你往是没有这个模型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东西 你可以让它 light 就是模型光这个 visible 可见 它就是一个白的 你也可以调一个颜色 就像蜜蜂灯了啊 这个是照射出去的颜色 它本身没有颜色 灯管本身没有颜色 所以说你灯管 现在要彩色的话 就得用这个模型 来 让它有彩色的 那个灯管 然后这个灯 就是只是一个灯 然后让它不 visible 能不能明白这个 来配合一下 那么这个mash这个灯就有了 那么光浴网呢 咱们把这个mash灯 删掉啊 这就是普通的阳光 听起来啊 然后光浴网创建一个 放大 顶视图 一般放到这个墙边上 放到上面 摄灯 有点像那个酒吧里的灯 或者什么灯 你的那个客厅的那个灯 然后这个灯呢 按control 找这个 这个文件 它必须得用一个 RES文件 我给你找一个以前的文件 有没有 有 这个就是描述那个灯是啥样的 然后同样你这个曝光得多一下 再来个10吧先 试一下 有点弱 来个20 50 150 500 因为它有阳光所以说这个得特别强 哎呀 哎呀 买 50 20 太强了 10 10有点弱 好像是 就是 10 12 哎 nice 等会 15 15 能不能看到啊 15有点强了 14 能不能看出来 再给你来个弱点13 就是说这个量 周围的暗 这就有点比桶灯 比手电要好一些 就是 它有这么个层次 能不能看到 再给你来一个 然后把这个亮度降低 能不能看到啊 它就是 灯从那个灯碗里 照射出来 灯碗那个边缘有倒角 有有棱 它照到那个墙上 它就有这种 就特别好看 这种 这种就是射灯 它有一个IS 当然了 这个IS文件网上有两种 美国人有两种标准 还有一种别的标准 我从那个官网上下了好多啊 实际上你干活的时候 你就存那么一两个就可以 当然了 还有一种问题 就是说 咱们居家过日子的这个 室内空间设计 比如说都是 2米7还是3米2的 那么有的博物馆 它的空间是4米 甚至5 6米 那么那个灯 它就照不到底下了 这个都爆了 底下还没照到 所以说这个光约网 你就得重新自己做一个了 它有个专门的小 小插件 就是g by k的 能够编辑这个光约网 你可以自己去调节 它就 把一个点光源水平的那个晶线 尾线 它亮度分布调一下 就是说这个位置是零 这个位置是一 这个位置是 1 稍微有一点 所以说它有这种黑白黑白 那么能明白 这个地方是1 这个地方是点5 这个地方又是点8 所以是 它有亮有暗 那么能明白 他们 就是 更物理一些 更写实一些 就这意思 啊 叫光约网 那么这些灯都会用了吧 无非就是时内时外 它就模拟现实中的光源 你要想模拟灯泡的话 孩子们想模拟灯泡的话 这个光约网 就不要了 比如说你弄个灯罩 弄一个这个圆柱 透视图 这个一般我都这个是24 这个是零 然后这个面可以缩小 移下来 然后这个 回到物体模式移上来 选这个面 击出 缩小 击出 你可以点这个透明吧 然后移上来 缩小 食物应该是这样的吧 啊 然后你把它 放到这 这不就是一个灯罩吗 你再有个灯珠啊 灯泡什么的啊 我给你把这个缩小 移上来 再弄一个 这是变成剑膜了 我弄简单的吧 能不能看到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造型我就弄个最简单的啊 就这么意思 他肯定还有个能灯泡是扭在上面的还有个灯线来控制的咱们 就是越写实越好啊 所以这个就先这样 那么 这个 给一个材质的话 他这个 咱们到这个材质编辑器里面啊 就用这个阿诺德了 你可以点这个 嗯 怎么没给我安装得呢 啊在这儿在这儿 瞪眼没看见 老了 然后shed里面 surface里面 有一个这个 常用的这个 AI standard surface standard就是那个标准的材质 这个物体拽这个 能不能看见这个 这个 中间拽给他送开 或者是在这个模型上 按住书标右键 最底下那个 Agent Axating material 然后里面选那个 standard surface 然后 或者是选中他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材质球什么 按住书标右键 赋予material to viewpoint selection 然后这个 CtrlA 最后一个标签是这个材质球 那么我把这个 删一下历史 我编辑把一个原住编辑 顺动罩吧 然后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安诺德的材质 就 这个是bass 基本是一个bass 那你调一下 把它调成一个 淡黄色的灯罩 然后这个specular是高光线 不用管 这个是transmission 这个 transmission 这个应该是自发光吧 这个emission是自发光 那这个就是 透明度 transmission 那么你就应该透明一些 然后 调一个颜色 应该跟那个一样 就像 透明度 它就能透明 然后就是说 脚密群里面 它是调一个 这个不用管 这些都不用动 咱们看一下吧 然后底下这个灯泡 这个小灯泡 这个 啊 这个给一个 自发光材质 咱们用安诺德试一下 就是 材质 是 表示金木水火土 它是软 Maya和安诺德 它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明白 再来一个standard service 你取个名字 要不时间长了 你就记不住了 哪个是哪个 这个 这个呢 按CtrlA 这个材质球是什么 emission 然后来个E 白色的灯光了球 这样是咱们看一下 你也可以给它改成物理光 能不能看到这个 里面是个白球 自发光 但是这是 跟那个 蓝布特的自发光是一样的 但是效果肯定 没有这个安诺德好 因为你渲染器用的是安诺德的 所以说这个 咱们把它变成这个 木星光 就这个 match light 你再看一下 那你就得调亮度了 nCtrlA 因为有阳光的时候 它都需要 或者是没有的时候 它都需要 visible 然后这个 来个 10 20 20 12 一般都12 15 15有点强了 14 能不能明白 就是说你不用物理的这个模型光 你弄个自发光模拟也可以 只不过这个更物理一些 那么你不用这个怎么办呢 不用这个怎么办 这个 这不是自发光材质吗 你也可以就是说 不用这个球也行 有球只是一个本体啊 那么怎么照着光 那么你 咱们不是用那个默认的有桶灯吗 它这里面没有桶灯 你用片灯 我们都是用片灯来模拟啊 到顶视图 然后把它移过来 放大 旋转一下 这个只是90 这个两个都是0 这个是-90可能 缩小 移上来 看到没有 嗯然后咱们把这个片灯 到 这个衰减这个曝光的这个衰减的这个 改成10 没有效果是不是 一般都是我觉得一般都是12到15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片灯 能不能看到 这个片上面这个就不好用了 它有没有2 side 没有就这样吧 不信再弄一片朝上面 对不对 这个是使用色温 色温就是 九千三开尔文还是 六千五开尔文 色温越高它越蓝 色温越低越像那个烛火 那么多明白 这个也比较无理了 就是说你得配合这个材质 的光 玩光就是一个 显示一些的材质也是 就是你的互相配合 它就显示了 你光弄灯的话照白膜 你必须得一步来 材质也得有 那么这个片灯也有了 模型光也有了 光与碗也有了 阳光也有了 对不对 那就行了呗 这个阳光如果 就是说 屋里的这个阳光 就这个 还记不记得 这个你 你调个早上 或晚上 他不就是 这不是 黄昏了吗 这个灯光效果就更强烈了 你要调中午的话 卡住了 他这个 阳光强一些 你就不弄灯光了 然后那个 咱们教室里面那个 日光灯管 那个大灯管 那个就适合弄模型光 或者是自发光也可以 弄片灯往下照也可以 能不能明白这个 就这些光 反正 就是进入的话 就主光源 辅光源 就画油画的那个 轮波朗光嘛 然后渲染质量 这个你可以 看我别的教程 行不行 或者说你这个学完了 有什么问题 赶紧反馈 我再给你录个别的 就是灯光的 不同种类型 就是为了模拟 那个实际的那个光 他给你概括了 就是这几种 好 行不行 好